哈喽大家好,我是杨金在纽约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1号的下午2点 那今天呢,美国确诊人数已经标志21亿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现在的曼哈顿怎么样 现在纽约的增长速度也是可怕 短短的7天,从几万到几十万 我今天来到了曼哈顿的东边中城区 居住这儿有很多很好的医院 大家看到的这一排排的集装车 便是改造后的太平间 美国这边陆续调来了85辆的这种冷藏车 作为太平间 因为医院的地方都不够了 没有地方放尸体 据说总共能整放3600具尸体 还能看见连续搭建的运送尸体的通道 这是在东部的40街左右 离联合博物距离不远 今天天气灰蒙蒙的仿佛预示着什么 感到莫名的忧伤 那路边呢,也摆上了去往火葬场的指示牌 到处都是Emergency 形容的急诊的牌子 医院门口也摆满了救护车 那我们现在经过了 NYU朗哥尼健康地势医院 这个是我们学校旗下的医院 也是作为这次新冠病毒的治疗的指定医院 还有各种老年人接送车 在门口徘徊 这已经不是今天看到第一辆救护车了 今天在曼哈顿开车 差不多每个五分钟我就能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而来 觉得恐慌和不安 据说现在911每天接到的求救电话比原来上升了好几倍 每天这些救护车就有穿梭在窄窄的曼哈顿上 在去救命的路上 真心保佑每一位病人都可以康复 不要刚过了两个街口又遇到了一辆救护车 可以想象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 那天看新闻说现在的情况是每隔15分钟便有一个人确诊 当救护车来的时候 我们路上的车辆也是被他们让了 其实白衣天使们都是在去救命的路上 救护车每一次的响铃声都让人很揪心 路上还看到了很多这些民众做的感谢语的牌子 感谢依然在一线奋战工作的各行各业人 美国西奈申生路克斯医院也住到了 这家也是新冠肺炎的指定医院 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目睹了这一幕 这是联邦救护车 看到他正在往下卸救人的单驾车 真的不知道他一天要做多少次这样的工作 风险也是挺大的 竟然还没有穿防护服 在大老眼就看到了这样的帐篷 这种帐篷是由于医院的空间不够 所以临时搭建帐篷作为防护区域及太平间 感觉条件不是很好 而且在这么冷的天气 感觉这些护士和病人们都挺可怜的 在转角还看到了这个超长的停尸间 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突然在一个楼的下面看到了 Emergency Room紧急使 然后就看见有人推着病人进来 那单架上的病人 Cansal花甲年龄 那工作人员用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单架 把他推了紧急使 明年的大家在曼哈顿见证 太多都不幸 希望疫情可以早点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